周五美股收跌 本周美股经历了过山车行情 周四和周五相继暴跌 科技股遭遇重挫 近来美股暴跌没有明确的外部推动因素 事实上周四公布的美国上周出请血金人数 以及周五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数据均好于预期 并且有关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的进展 也越来越具有建设性 但在美股暴跌之前的几个月当中 就已经有许多市场专家警告说 市场泡沫泛滥 尤其是投资者在疫情期间寻找避风港 导致科技股过热 eTrade金融公司投资者教育高级总监Rick Swole表示 科技领域的突然遭遇抛售可能是个危险信号 但板块转换是件好事 在增加市场宽广度的同时 交易员可能会从超买股票之外 寻得受益机会 目前多数迹象仍然表明经济正在复苏 但是从现在到今年年底仍然有许多障碍 例如财政刺激政策的不确定性 联邦预算问题 企业财报 以及总统大选等 未来几个月 市场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持续震荡 这些因素当中 只要有一点点坏消息 就足以引发市场进一步的波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